看到了是这个富有声望的政治大学 竟然金传男博士生疑似性骚扰女同学 还不断地跟踪恐吓 导致女学生被迫修学的争议 最近状况马上交给记者游文琪来告诉大家 文琪请说 好的主播 政治大学竟然金传男博士生疑似性骚扰女同学 而且还导致这名女同学被迫修学的这个争议 那么这名灵性男同学因为要追求学妹 没有想到多次被拒绝 她就认为学妹会拒绝她全是因为学妹的一名薛姓室友 在其中挑拨离间 那她近来就发邮件恐吓这名女室友 还说小心在校园里碰到色狼 而且还守在这个宿舍门口 等到她出现就跟在后面 让这名女室友是相当的害怕 并且是认为自己受到性骚扰 受不了非常大的压力 于是就在这个月初办理休学 那么这名灵性男同学是坦诚 女同学的休学多少和她有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女同学断了她的姻缘路 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那么校方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还说呢 这名女同学并没有休学 被网友痛批说实在是太夸张了 怀疑学校是想粉饰太平 不过校方呢 在之前也有召开学生讲诚会议 对于灵性男同学呢 恐吓并且骚扰他人这个部分 借了六支小过还有两支申戒 至于性骚扰的部分呢 下个月也会举行性别平等委员会来做讨论 以上是目前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谢谢有文琪 我们看到是正大博士生 纠缠两个学妹还跟踪恐吓 谢谢